作词 李宗盛 成立慈祭加拿大分会 如今三十个年头过去了 加拿大志工们 牢记上人的叮咛 在枫叶国度为苦难人付出 也深受当地政府肯定 我想到当年三十年以前 何师兄 慈余师姐 带着上人的叮咛 头顶别人的天脚 踏别人的地 要回馈才能够赢得尊重 这一句话在加拿大 一直得尊重地址在贯彻 然后找去付出的机会 在食物银行 在老人院 在街友的这个需要共餐的地方 能够不断地 每一年的付出 到冬天的时候 来给他们天动寒意 那这个还持续在做 公民引预法官看到了以后 他非常惊讶 所以他在主持公民宣誓的当中 他说 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团体介绍给所有的加拿大新公民 也呼吁所有的这些移民法官都来邀请慈祭 所以公民宣誓在加拿大变成了一个慈祭受邀的地方 因为慈祭能够展现加拿大所强调的志工精神 所以这些让社会看到 让政府看到 开始每一年设立慈祭日 我相信加拿大的弟子都愿意发言 带着无谓的心到海外去传法 创传的法 带给所有加拿大的这些受欢的民众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们希望说 我们大家在社区所做的事情 真的是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够让加拿大看到慈祭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慈祭人在社区中 爱的足迹 疫情趋缓再度举办岁末祝福 大家见面格外开心 祝福慈祭 在加拿大成立三十周年 慈祭带到全世界各地的祝福跟救援 最佳的国民外交现空 这个是2020年 年龙的年龙的年龙 我希望世界各地做得更好 慈祭的付出获得主流社会肯定 包括市长和民意代表 许多官员参与 拿到付费红包 人人发好愿 持续响亮的同板身 祝福新的一年 世界祥和无灾难 慈祭烈志文人文学校 援助土序地震灾区 爱心不落人后 在全校募款活动上 孩子诚心祈福 也懂得祈福再造福 慈祭加拿大分会的慈祝委员培训课上 执行长带领众人为受灾民众祈福 课程结束 大家更将善念化为实际行动 为灾区注入重建的力量 终于可以一起玩游戏 原本一年两次的教育人文营 重返慈祭加拿大分会禁思堂 加东的慈祭人文学校 线上参与 西岸无所学校老师 现场交流 掌声响起 多位服务满8年至18年的 优秀教师接受表扬 春风话语 话人文 挺过疫情期间改变教学形式 慈祭教育片刻不曾停 慈祭加拿大分会举办玉佛典礼 资深志工即使年岁已高 兼时参加 有资深志工开录 慈祭队伍浩荡场 获得主流社会肯定 总理杜鲁道发函 祝贺全球慈祭日 联邦国际发展部部长石俊 也录制影片祝福 温哥华市 素理市 本拿比市和劣志文市 都颁发慈祭日证书 本拿比与劣志文市代理市长 更亲自出席 好消息还不止于此 慈祭深根社区 把口娱乐三十一年 室外单位也表达感谢 慈祭永远是我们台湾 驻外人员最坚实 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因为有你们 所以我们在海外的外交工作 受到很大的尊重 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 慈祭之工各个是 开启阴眼模式 慈祭找需垃圾在哪里 这就是他们庆祝 加拿大国庆日的方式 要还给城市干净的面容 草地周 树丛里 长椅下 还有柱子边边 这些平常被忽略的角落 是志工们最在意的地方 在海边也有一群慈祭人 是顶着一个小时的烈羊 在浸滩 更不忘要为这个国家 虔诚祈祷 感恩珍惜当下的美好 在温哥华 慈祭人文学校 共同举办联合毕业典礼 要在英语系国家 学习华文不是件容易事 这群孩子十多年来 利用假日来上课 还历经三年新冠肺炎疫情 能够坚持下去 让师长们很佩服 今年有22位毕业生 获得信心毅力奖的肯定 是历年来人数最多 这份精神也会是 他们走向成功最大的动力 他们是花莲复原国小的少帮队 暑假期间到加拿大参加比赛 特别安排了一趟慈祭爱心农场行 那我们教他们环保 让他们知道这个大地 需要大家来维护 让他们能够体会到 慈祭在全球都能够照顾到需要的人 打完球回去台湾 也能够将来投入我们慈祭的 环保的行列 收下志工志正的大棒棒堂 寓意孩子棒棒都能打出好球 期开得胜 无量义法水送 入金藏演绎弘扬佛法 温哥华慈祭志工 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多 与台湾同步参与这场殊胜法会 志工张本远带着90岁的母亲 见证慈祭行愿之路 爱心农园的花卉 无尽其用 绿色盆栽可以带回家 还能够让民众现场DIY 卑诗省多元文化交流协会 举办珍珠奶茶节 推广台湾文化 此季是二度受邀协办 这次还提供中医议诊 给我们知道怎么去吃素 或者是针灸方面 或者是中医方面 给我们大家很大的一个帮助 本市省省省长伊大卫也特别参访慈祭摊位 执行长唐嘉宾全程陪伴 回收的资源能够再被利用 环保服装秀让民众惊叹连连 也升职在心中 30箱加后环保毛毯 共180件 300条浴巾 1万2500个医疗口罩 慈济加拿大分会安排大巴士 六位志工护送物资 从温哥华向东行 越靠近灵火发生地 能见度越差 卑诗省发生灵火之后 基罗纳逢香会 向慈济加拿大分会发出讯息 有单亲妈妈之家需要协助 它叫做妈妈佛妈妈 他们没有政府的帮助 所以他们急需要 为这些撤出来的单亲妈妈 一些尿片啊 还有卫生用品啊 这些我们已经准备了5000元支票 给他们来采购这些 必须要的这些用品 尤其是尿片 孩子们马上就需要的 谢谢你们的留言 我们看到珍妮刚才说 我们需要洗衣服 然后就变成了 所以我们心里肯定感谢 谢谢你们 我们希望我们将回复 经过协调 慈济物资集中在单亲妈妈之家 各避难中心再前来领取 台湾文化基金会 也协助大学生登记 搭乘慈济这一步大巴士 离开灾区到亲友家 在确保安全条件下 慈济志工一日往返 基罗纳和温哥华 对于学生来说 是灾难中的幸福之车 在加拿大西岸温哥华都会区 五所慈济人文学校 全面恢复实体课 家长学生都很期待 现在都可以跟别人 就看见到面了 所以我觉得比较好 在苏里校区 加拿大分会执行长与孩子互动 也把握机会教导孩子 做好资源分类 这么大一个 种豆 种瓜 种蔬菜 加拿大劣质文士的慈济爱心农园 持续交叉种植 总有各式各样的丰收 农历七月祈福会 蔬果结好园 爱心随喜 人人献 这些绿色的这些蔬菜水果 整个就是造就了 今天这个姻缘 就是要邀约大家来这里 看看慈济爱心农园 那么也能邀约大家来这边 出坡做志工 花的姿态赏心悦目 花在佛教中也比喻本心清净 赠予他人祝福美好 祈济职工邀约家人 和各界贵宾参加潮生 新乡一筑虔诚祈祷 相应欢喜吉祥 祝福天下无灾难 来自慈济大爱农园的苹果 大丰收 不浪费 趁新鲜发挥保存技巧 把它打碎等一下就比较方便 削皮再切丁 加入柠檬汁 抗氧化 保鲜 慈济加大分会志工凝聚力量 也做善事 火酱装罐 易卖所得益助农园收入 更能够推广有机蔬果 让健康加分 甜点 水果 多款食物 友善人士捐赠结缘 做完茶之后呢 就活动会开始 而志工对于活动流程 演练再三 街友人数多 列志文慈济志工结合了社区 避免错过需要关怀的触角 我非常感谢奇迹 在我们社区里面举办这个活动 我们知道我们列志文是个 多元晚发的社区嘛 所以我们服务的不光是华人 我看到不同主义的人来参加 见面就是朋友 耶诞佳节温馨款待 冬天天冷了 一句问候一份礼 最满心 岁木关怀 志工依照各个机构的物资需求 进行打包 为需要的人送祝福 有很多年 为我们的美丽的住民 感谢您的工作 每年我们很幸运 在Zuqi Foundation 在这里煮一些美味的食物 在我们社区里面 并帮助一些温暖的衣服 为民进行接触 Zuqi Foundation 从1992年 在1992年 在我们的Vancouver 阿boriginal health开始 不分种族 宗教 23位慈禧志工 在秀氏军厨房 准备200多人的午餐 在秀氏军厨房 准备200多人的午餐 管我永远都在一起 人工 尽管我一直去 吉彩佛法 仍然一直团 但是 还是人能烘烘 郭那天 我们如果人无敌的 我会成什么 我们现在感觉 佛的道理深奥 但是很接近人群 而且可以铺成大道在人间 等等不分肤色 不分国际 这种可以亲近人间 我们就要把握引言 因为刘花梯的年龄 我会真一直期待 期待有生之年 菩萨们多用心 大家要照顾好 给你们感恩 要给你们祝福 感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